而慈祭雪隆分会是举办了2015年的新春祝福 邀请549名的照顾户与慈祭之公 一同吃团圆饭并且发放物资 场面是温馨动人 新春的气息提早降临在吉隆坡敬司堂 何许的春风早已经温暖了照顾户的心头 这是第一次感恩户回到我们敬司堂这个新家 是在国益庭里面举办一些节目 过后一步到我们的在坛 去享用一个像一个团圆饭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厌食 我的感觉人间有情 实际好像我们是一家人这样子 这些新年礼物可以减轻我 一般的负担实际帮助我 几年了 就到我先生去世 他时常来关怀我们 现年87岁的林道岳老婆婆 十七年来都和自己人一起围炉 我记得我安乐 当时他照顾我好非常 我这个女孩 这个大女孩看不到 第二女孩又是 大女孩又不识说什么都不识 已经这样久了 当着家人这样 那个空就去看他一下 现在已经不用我们的帮助了 我们现在是照顾姑姑 不是感恩户了 他的大儿子就自动地 叫我们不要在金钱上帮忙 两场的新春祝福 一共为549名照顾户送来温暖 东海岸水换 他们也捐出爱心 让这份祝福更加深远 大爱新闻 黄威瑜 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